亲宗靖康元年 38岁 4月 丞相吕浩问 奏赐子一 浩佛日大师 佛日是宗稿受赐的第一个称号 但后来因为得罪勤快 宗稿被勒令还俗 这个称号从此就不再用了 北宋亲宗靖康二年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 39岁 元月 金人宫入开封 张骏大会普诀禅师塔明记载 惠女真之辩 祈求欲娶禅僧十倍 师在选中 以而得免 盖若有相知者 年普记载 使女真之四交 娶禅师十数 师为首选 客秦浅敦上人事行 有西竹密三藏 聚管金明池上 日语论义 密身敬府 鲁囚状 师不稍驱 由是一众豁免其行 按 金明池开凿于北宋太宗在位之时 为宋朝皇室观水西宴之所在 相当于皇室之度假驱 由此可知 金人乃是视为贵宾而理欲之 非俘虏可比 李新传建言以来信年要录卷一 建言元年二月条记载 金人取降通经教德信僧数十人 待遇颇厚 应急是宗稿等人所欲之事 大约是金政府高层笃信佛教 故而选取有名望之高僧 欲请往北地弘法 宗稿等人不肯屈从 金人也不敢过度逼迫 后来便将宗稿等僧人释放了 建言二年 四十岁 赴江西云居山省进客秦 当时云居山有许多人早已开悟 但克勤却空着首座的位子等宗稿过来担任 以致当时大众颇有不平之心 冬至 有昭觉道元禅师出问 眉间挂见时如何 宗稿答 血见梵天 克勤于座下以首识指注问答说 注 注 问得极好 答得更奇 从此之后 大家都佩服宗稿 不再质疑他的本事 按 眉间挂见的典故 应该是出自林几亿玄禅师的传法纪 严流不止问如何 真兆无边说似他 理相 黎明 人不禀 吹毛用了极虚魔 未禅者察觉妄念的心 真兆无边 如吹毛剑似的 眉间挂见 是将吹毛剑挂在眉间 随时砍断川流不息的妄念 然而 林济以玄的传法纪已经说了 这个心只是似他 和清静本心相似而已 并不就是清静本心 真正的清静本心 是黎明离相 慰悟的人弄不清是什么的 照见妄念的心 用了之后必须立刻修制 否则会像吹毛剑顿掉一样 没多久就不管用了 宗搞达 血见梵天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会死得很难看 血见到梵天那么高 剑炎三年 四十一岁 润八月 克勤离开云居 返回四川 宗搞在云居山后 古云门就指 兴建云门安 至次年春天完成而迁入 仅于开膳道迁 见服务本等二十余人从学 绍兴四年 四十六岁 二月 左七敏之行 三月 至常乐 友林适可司法创安于杨宇 邀请综稿住持 安居才五十三人 为五十日 得罚者十三倍 本书专章论述之五为名 急于此时悟道 绍兴五年 四十七岁 正月 郎中菜书邀请他到天宫安说法 全南几世江安长 创新安于小溪之上 称为云门安 与江西云居山的云门安同名 邀请综稿住持 综稿有时自称云门 乃是依安明自称 本书专章论述之礼饼 菜书 急于此处悟道 可秦于此年于蜀中去世 临终前主托其弟子丞相张俊 务必请综稿出示弘法 赴殷池至明年 方由张俊遣人传至全南 绍兴七年 四十九岁 张俊回到朝廷 聘请综稿住持 临安府进山 并请泉州太守 刘子宇敦促综稿启程 综稿乃冒着大暑 于五月初离开全南 至七月十七日 方才抵达临安 而于七月二十一日 在明庆寺开堂说法 综稿前道迁通书张俊 道迁于途中悟道 留在零零张俊公馆半年 指导张俊的母亲秦国太夫人纪法珍 于此年冬天悟道 此年 张九成访宗稿不遇 宗稿回访 但闲话家常 未曾论及禅法 宗稿事后告诉门人 张侍郎不假师诚 有个自得处 绍兴八年 五十岁 宗稿住持靖山一年 慕名而来求法者 以将近千人 接诸方角力之事 由世宗峰大振 好临际在兴 道迁回到靖山 宗稿在半山亭远远看他走过来 便说 这汉 何谷都换了也 六月 纪法珍到靖山请宗稿谱说 绍兴九年 五十一岁 使年龙相偏辑 坐下者一千七百 绍兴十年 五十二岁 创建千僧阁 时侍郎张公九成 壮远 汪公应臣 登山问道于师 绍兴十一年 五十三岁 千僧阁告成 由参政李炳作祭 四月十四日张九成 赴桑百日 至敬山 公养僧众 请宗稿说法 宗稿声作 圣赞九成所悟的禅法 如神弊弓 并说既曰 神弊弓一发 透过千重甲 仔细捏来看 当甚臭皮袜 五月 张九成和宗稿 因此被论裂诽谤军政 九成暂准居家持福 宗稿则被耻夺僧吉 斥令搅环原先赐予的子一 边管恒州 绍兴十二年 五十四岁 居恒州廖通直之县知西园 四方纳子云伟川会 迎两景从 在恒州贬居期间 常有世大夫登门拜访 或书信质问 绍兴十七年 五十九岁 李炳渔去年去世 死讯传到恒州 宗稿座纪文浅僧致殿 他感叹地说 全南道有凌落殆尽 今为菜狼中一人而已 不若生计之 便替菜书也写了一篇纪文 请人一并带到全南 不料 纪文尚未到全南 菜书竟然也死了 绍兴十八年 六十岁 坐骑无垢居室 赏愿与持方解冻 人间杨柳又垂春 山堂近日焚香座 长翼皮椰渡口人 清丽厄送诗济室 收鱼卷九十三 绍兴二十年 六十二岁 因为一则画像自赞 身着为魔赏 头裹旁公帽 资质似柔和 心忠实造报 开口便骂人 不分清白造 边管在衡阳 莫非口夜报 永世不放还 方氏和天道 又遭屈炎赴侍者乌善 六月二十五日 命移梅州 十月初三到达贬索 梅州位于广东 地处偏远 医药落后 仍有门徒百余人相随而来 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解除居住限制 随行僧徒已有六十三人克死一厢 按 当时有许多信徒 聘画工画宗稿肖肖像 然后请宗稿提字于上 上面的提字便是宗稿对自己的形容 这样的画像请回去 是作为供养之用的 年普少兴二十年条记载 庄艳智为画师像 欲以肃间求赞 云 知此便是妙喜珍 何用画工更刀达 艳智台谋姿细看 拿摩吉姓王菩萨 这显然是一个特例 由此可知 大多数人都是先有肖像 再求宗稿提自赞 公养宗稿肖像的风气很普遍 年普少兴二十五年条记载 诗字横千枚六年之间 辖邹远俗 弥补从其涉化 家会其向 竟是前宿 有若临怀之大事 难安言之定光 供养宗稿肖像的 还包括世代夫在内 从语录第十二卷的 大会普觉禅师自赞可知 曾经求过宗稿肖像自赞的世代夫 有李汉老 吴元昭 郑尚明 蔡子映 蔡正清 蔡春青 楚燕伦 赵邦里 许寿元 廖继义 朱主布 江少明等十二人 宗稿的出家弟子 求宗稿自赞的 也不在少数 让宗稿贬到梅州的自赞 应该就是提在宗稿画像上的 此则自赞并未收于语录 绍兴二十六年 六十八岁 正月二十一日 离开梅阳 太守派官兵护送 居民扶老邪幼送行 二月 豫章九成于干川 二月底或三月初 县卫黄元寿于于川江亭迎接宗稿 随后得其印证 秦国太夫人计法真病危 张俊三走一春 好不容易遇到宗稿 请他兼程前往长沙 赶到时计法真已去世了 十月 朝廷命宗稿住持明州阿玉王山 十二月 访天同山正觉洪志禅师及朱林峰 绍兴二十七年 六十九岁 十月 天同洪志去世 遗嘱交托后世与宗稿处理 宗稿夜半得文 立即赶往天同山 十二月 主持天同山正觉洪志禅师的丧事 绍兴二十八年 七十岁 正月初时 朝廷命宗稿住持临安府靖山 绍兴二十九年 七十一岁 七月二日 普安郡王赵慎 也就是日后的孝宗皇帝 派宦官黄雁杰请宗稿于山中说法 四年 父亲书庙喜安三字极致真赞 提文佑赞真 成庙喜 致赠宗稿 暗 文佑 及赵慎之号 赵慎身为郡王 而对宗稿恭敬若此 一方面是他本身崇尚佛法 另一方面也可见宗稿却是望重一时的大禅师 孝宗皇帝龙兴元年 七十五岁 六月 回家乡宣州宁国县弃至祖坟 七月初一 回靖山 孝宗皇帝赐号大会 七月十二日 宗稿有些病症 似乎将不久人士 大众力请说法于千僧阁 以为末后垂训 宗稿没有答应 七月十四日 夜有大星云于寝室之后 流光有声 宗稿听了说 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八月初二凌晨 法谷阵列 似有不祥的预兆 初九黄昏 门徒恐怕宗稿行将去世 都聚在宗稿寝室不肯散去 宗稿挥手要他们离开 说 我明天才会走 八月十日 宗稿亲自写一奏给孝宗皇帝 又写信给张俊和汤斯退两位丞相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护持佛法 最后 父主门徒 吾自下吉秋 不美饮食 虽吾甚吉苦 而患体日渐雷烈 盖世原止于此也 辱迹应援一方 一更坚持愿力 以报佛祖身恩 事无之妄 临行以术语为别 各宜稀吉 此时有了贤侍者等情写临终传法纪 宗稿历生说 无忌便死不得也 但经不起大家的再三恳求 宗稿还是写了一忌 生也只嫩嘛 死也只嫩嘛 有忌与无忌 是什么热大 写完之后 把笔一扔 慢慢地躺下来成吉祥卧姿 便与世长辞了 大会谱诀禅师塔明记载 龙兴元年8月10日 大会谱诗宗稿事迹于静山明月堂 皇帝闻之皆兮 赵以明月堂为妙喜安 此事谱诀 塔曰宝光 年谱说 宗稿说法有八处九会 八处九会 依时间顺序应该是 云居山 杨宇 天公安 小溪 静山 恒州 梅州 阿玉王山 静山 其中只有八处 但静山去过两回 所以称之为九会 大会谱诀禅师塔明记载 师寿七十有五 坐下58年 僧俗从师得法误彻者 不斥数十人 稀奇沦墨山林 惠吏之不薄家于人也 宗稿三十七岁悟道 七十五岁去世 弘法三十八年 其中有十五年被放逐于 恒州 梅州 除此之外 他大多居住在江西 福建等人口不多的地区 像京城这种人烟稠密的地区 他停留弘法的期间 合计不超过十年 要使他留在临安府的时间更长些 一定会有更多得法的弟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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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